美式賣場的A甘莓果事件 持續延燒 原來衛生局在4月27號晚上 就已經要求業者 必須要提供消貨清單 但隔天一早 工作人員卻一再以各種理由推脫 包括向衛生局提到 涉及妨礙到客戶的隱私 以及相關承辦員工未上班 所以無法及時交出名單等等 都讓衛生官員相當震怒 因此高雄市衛生局也決定 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第43條 除以最高的30萬元罰還 而根據了解 截至昨天中午拿到了名單之後 衛生局已經全數完成 健康監測的關懷通知 由於業者每拖延一分鐘提供名單 衛生單位就晚一分鐘通知民眾 導視民眾把更多問題莓果 吃下肚的風險 因此才會決定重罰 而至於違反食安法的部分 目前得知可開罰6萬以上 2億元以下罰還 而衛生局也將根據相關違反的事實 所造成的影響規模 以及嚴重程度 甚至省著他們這段時間的情節 將會在後續再來做出財閥 以上是我們所掌握到的情況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